真的没想到鸡蛋和豆腐这样简单做,竟然这么好吃 孩子的早餐又多了一道美食 大家好,我是豆豆 关注我,分享我会做的美刀家常美食 美餐不同样哦 准备一块老豆腐 用菜刀切小块放到一旁备用 一小段的大葱用刀劈开 再改刀切葱花 几颗大蒜头 随便的切片剁末都是可以的 红辣椒先切丝 然后改刀切辣椒丁 青辣椒也这样切啊 先来一个盘子 打入四个母鸡蛋 不要给它打碎啊 起锅烧油 把锅给它晃一晃 然后倒入四个母鸡蛋 关小火 煎至两面金黄 盛到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豆腐块丢入锅中 慢慢的煎 六面金黄后 也盛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倒入一点食用油 把葱花蒜末倒入锅内 翻炒出味 倒入两汤勺的生抽酱油 一汤勺的蚝油 十三香一小勺 胡椒粉一小勺 一汤勺的黄豆酱 翻炒均匀 把煎好的豆腐块和煎好的母鸡蛋 倒入锅内 翻炒均匀 然后兑入半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沸 关小火 炖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锅盖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再开大火 这个时候 把青红辣椒丁倒入锅内 翻炒断生 再倒入一点水淀粉 开始收汁 搅拌搅拌 就可以盛盘开吃了 豆腐嫩滑 煎鸡蛋也是包裹着浓郁的酱汁 撒上一些蒜苗段 早餐用这道菜来配白面膜 再喝上一碗西周饭就齐活了 喜欢豆豆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分享起来 豆豆也离不开您的鼓励和赞许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